大家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甫 每日一字 这个明 那这个明字呢 左边呢 是一个经 右边是一个明气的明 明字的明 我们先看看书的写法 经 这样 右边是一个明 点 口稍微低一点 整个平衡要做好 轻重要表现 这是凯书的重点 那我们来看 稍微留差一点的行书 在这边做一些连贯性 尤其是这两点连着写了 右边的明 转折上就简单多了 但是还是用凯法来写 但是就不需要做那么多小动作了 比较连贯了 这是行书跟凯书稍微不同 行凯 更连贯一点 更省略 开始这经 再把他左边的经 一般都会写成一个全字 用刷的比较快 然后呢 这边呢 应该说也是有绕一圈 或者直接变成全 也可以像这样 我先这样写好了 然后右边呢 这连贯性加强 口质变这样 其实这两个差不多 就是要再绕一圈 然后真正变成全字 在这里 我们看张梦福的写法 这里变短短的 在左边的部首 经经常就写成这样 这样全 这里写得很短 一个点 然后一个口 写比较占的空间 比较多一点 这样 这是张梦福的写法 大概是这样 我们继续看一下 然后更连贯一点 开始做其他的省略 也就是说 这一点不要了 待会直接刷下来 我们来看 这种写法也蛮多的 我还是用张梦福的左边 但是这里就直接刷下来 这是蛮常看到的 这种样式 要留意一下 好 然后呢 左边的这个全 可以稍微更省略 右边的口变成两点 好来看 大概 这样子绕 右边 到这里是差不多 但是 这里变成两点 好这样 要注意一下 这都做了一些省略连贯性在里面了 好最后面呢 我们写一下 类似狂 不同的草书 也不叫狂草 精致的 草法 还有 这样子 之后这里写成下一个毛 这样上来 右边跟刚刚差不多 我用一个代笔动作 好 这是写重一点点 可以写轻一点 更清楚 这个笔画 这样写轻一点 好 大家 大家再留意一下 谢谢观看